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 现在也是讲如何能够完成极乐世界 这个因缘大家共同要创造 所以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净土法门 应该究竟的教言上面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暂时的修行 口诀还有理论方面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座的道友不管以前学什么样的宗派 现在通过各方面来了解这样的真理特别重要 我们表面上看藏传佛教的很多上师修的是 就是无上大圆满 大受盈还有大卫德等等 但实际上都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公案 我想随便讲一下以前大受在密宗当中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者 他具体的有些历史我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介绍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话他当时表面上堪称是密宗的一种成就者 实际上他最后留下来的教言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大受摄受的弟子相当多的有四个顶尖的顶尖的徒弟 还有一百零八个大修行人许许多多的成就人 他所有的这些包括经堂也好造佛像也好色素弟子 很多都是依靠黑鲁嘎 我们黑鲁嘎在八大法行里面真实需的本尊 主要是修黑鲁嘎本尊幻遍当中形成的 所作的一切是这样的 最后好像在六十一岁的时候他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他就让他的弟子 最厉害的弟子小树还来 然后小树到他闭关的地方的时候 他给所有的众弟子说你们从此之后 一定要对小树大师作上师恭敬 他的功德超过于我他已经获得了大黑鲁嘎的成绩 他以后把这个道场继续护持下去 继续护持下去你们一定要像对我一样 对他恭恭敬敬地成事等等讲了很多教言之后 他自己去到餐堂里面 然后当时到了餐堂里面以后 第二天他跟他的使者说今天早饭提前一点 使者也是按照上师的吩咐提前供养早餐 早饭完了以后大概太阳升起来的在那一刻 小大树的弟子进到餐堂里面一看上师所有的意观处处 所有的仪表已经准备好好像马上要离开什么地方一样 然后是问是不是你今天有特殊的事情要离开 离开这里然后上师跟他以偈颂的方式来说道 他说我将往生极乐国黑日嘎佛我无别 梦里祈祷此本尊做了这么一个善句 然后变成一道光融入黑日嘎佛像当中去了 这是历史上是大家公认的也是一个成就者的历史 然后有一个康巴的弟子准备供养大树上师 他到了路透当中的时候大树上师在路边缓编出一个殿堂 然后那个康巴的弟子向大树上师做了供养 做了供养以后在殿堂里面上师也已经接受了 接受之后对他进行回向回向完了以后 康巴的弟子好像如梦初心般的他的境界当中醒过来 那个时候一看刚才前面的上师 殿堂全部都是无踪无影 这个时候他有点产生一点怀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路上大树的时候结果听到了大树上师早就已经融入到 黑日嘎的佛像当中去的这尊黑日嘎的佛像加持是非常大的 有一次佛像直接说话告诉相等师要求他外面来接 一个叫做加顿下野这个上师去迎接 那个相等生有点莫名其妙又害怕到外面去 结果加顿下野已经到了门口 他迎接到殿堂里面的时候那个加顿下野也是变成一道光 像黑鲁嘎佛的身相绕三杂以后融入他的心间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公案当中可以看出来 表面上看来这个上师融入密宗的一个愤怒相本尊的相当中 但实际上他已经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可能看出来这是愤怒相比如说这是金刚巨这是文物本尊 那这样是不是跟阿弥陀佛有点完全不同啊 在我们的这种境界当中是这样分开执著的 但实际上不管是学密宗 学显宗 只要是自己境界已经到达的时候就会成就的 因此修净土法门跟密宗的法要始终都是不无相违的 这一点我想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 否则现在学净土宗的很多的 有些老菩萨或者一些年轻人他们都始终觉得 密宗实在是没办法判得上他 就是没办法追得上他 而净土宗对我们个别的老年人来讲是很有用的 当然净土宗有用是对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密宗不可能学到的 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 同时我们要知道密宗所讲的这些 各种本尊也好一些愤怒相 寂静相 这些本体在净土宗最了义的境界完全可以吻合 并且是无耳无知 所以有些续部当中也是说 诸佛与智慧界中一体 一切诸佛在智慧的境界当中是一位一体的 不能分的我们凡夫人面前 这是阿弥陀佛 这是金刚萨埗 这是释迦牟尼佛 完全好像是这个是东北人 这个是南方人 这个是北京人 北京是不是东北人 就是由三个人一样来对待 我们祈祷的时候也是有些人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你的弟子 我跟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 其实这是我们分别念所知的 如果我们对阿弥陀佛关系很好 真的祈祷得很好的话 那现象上是阿弥陀佛 实际上他也是一切成就者的传承上师的本体 也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体 因此我们修学的时候要懂得一切本尊和一切诸佛菩萨 在智慧法界上是无有分开的 你知道这样的时候 修上师瑜伽也是很容易的 我今天祈祷我的根本上师的时候 形象是我的根本上师 实际上所有的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牟尼佛 所有的诸佛菩萨融入一体 那么我修持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我认为虚空当中有一个太阳 这个太阳对我很好照射 但是我只要有这种因缘的时候 我觉得太阳是我的太阳 实际上无数的太阳对每个众生就去除黑暗 都起作用 因此佛无情利益众生的幻变也是不可思议的 只要我们有信心的话 诸佛菩萨以一体的方式就可以在我们面前 就是赐予灌顶 赐予加持 赐予成就习地 所以我们下面也可能讲一些公案 这些公案逐渐要说明让我们行持善法 一定要行持善法如果能行持善法 那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很遥远的 那这里正在讲说恶语的过失 此外取恶名的罪过也是极为严重的 取恶名比别人取一些代号 取一些作恶名的过失很严重 往昔加以佛的时候有一位名字叫做修瑟迦 他是精通三藏的一位比丘 他当时出言不逊给很多圣者比丘说 你的头像马一样的 像牛一样的 像狗一样的 猪一样的 骆驼一样的 还有像猫子一样的 老虎一样的 狮子一样的 那个好像在《毗奈耶经》里面十八个头都讲了 他说每个这些人都取成不同的名号 不同的名称结果人数二万岁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死去了刚才求邪家的那个人已经死去了 他就转生到特别大的金鱼 他的身上具有马头 乡头 牛头等有十八个头像 三十六只眼睛到达人数百岁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解脱 那么他一直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其实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公案可能 跟有些经典和论典里面讲的稍微有点不同的 但是大致上应该是相同的 我们以前学过《贤愚经》吧 《贤愚经》里面可能很多道友都记得 叫做《甲皮梨》的公案 其实这个公案应该是相同的 当时佛陀也是在一个海边吧 在一个海边的时候有五百个渔夫 当时得到特别大的金鱼 特别大的金鱼 然后他们想办法捞不出来 后来旁边有五百个放牧的人 换他们 大家共同心里把一千个人 大家共同把这个大鱼已经捞出来了 捞出来了以后看到这个鱼确实有牛头 马头 羊头等等 那个经里面说有一百个头像 他那个头有100个头像 当时很远的地方释迦牟尼佛让弟子去看看 后来得知之后佛陀带着这些眷属亲自到现场 亲自到现场的时候佛陀加持问 问你是谁的转世 当时佛陀都是问 然后他就回答说我是甲皮尼 曾经是甲皮尼的转世 然后佛陀说现在你在什么地方 他说我在阿比地狱 阿比地狱本来看起来这是一条鱼 一个特别大的鲸鱼 但是阿比地狱可能 也许他以前堕入阿比地狱里面很长时间 现在已经出来了转生到旁生 也许他的业力不可思议 他一边是阿比地狱的重视也是在海里面有这样的痛苦 然后佛陀就开始给大家讲述了他的一些情况 他在加耶波的时候因为受母亲的影响 他母亲是特别华的他原来是一位法师 结果他在说法的时候母亲种种犯法来让他隐忧 让他不要讲正法 让他讲邪法 后来逐渐逐渐受到他的影响之后 他给很多圣者比丘取不同动物的名称来恶命 这样以后堕入到旁生当中感受无量的痛苦 当时释迦牟尼佛说先戒潜伏的时候 这个语还不能得到解脱 在座所有的人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话之后 大家都特别地害怕又感叹说 这个圣口疑心不可不胜这是《贤愚经》里面 我也经常用过确实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公案之后 没有智慧的人就没办法的他就无所谓的 我听说有一个老乡 他给众人面前都说我现在只要是即生当中如果快乐 对来世我一点都是不在乎 堕地狱我一点都是不相信 即使有的话我也无所谓 有些人是有这种说法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的 佛陀来了也是没办法救他的 但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存在地狱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存在下世 既然我们有非常充足绝逐的理由 说是地狱肯定存在 来世肯定存在 那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生口意不注意啊 的确要注意人的烦恼严重 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不得不承认的 但是一点都是不能注意的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想到 以前人数二万岁的时候这个众生已经在受苦 一直受苦到现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还要显戒潜伏全部一一结束 那个时间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非常可怕的 但是很多人听起来有些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眼前自己身上有一点痛苦的话就特别强烈 我这是觉得很漫长的 昨天都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有一个 刚刚可能汉地来的一个老修行人 比较瘦的 格子不是很高的那个老修行人他给我说 就是堪布有没有办法我现在一直有一种病 折磨住我我已经折磨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实在是受不了有没有办法 我说折磨了多少年怎么了 已经折磨了真正四年了 就是真正四年我跟他说这个四年真的是 如果我们能想到地狱众生的数量 四年不算什么很痛苦也不算很漫长的 只要你能思维思维 但我跟他讲的时候他觉得可能开玩笑 好像没有特别的重视我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我叫他好好忏悔祈祷 真的我内心当中这样想的 我们有些人觉得我命太苦了 从小到现在从小到现在最多是几十年 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漫长 如果你相信因果的人来讲 众生一旦转生到善严群里面去的时候 可以说是没有解脱之际可以这么说 实际上这么漫长我们可以这样称呼 所以刚才《贤愚经》里面的公案 跟《毗奈严经》第九卷里面也有这个公案 但是《毗奈严经》里面跟这里的公案 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对别人取外号一定要注意 刚才这个公案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在课堂上用 课堂上上用上师经常说他的根本上师 上师如意就是偷拐如意宝 偷拐如意宝对弟子们经常讲这个公案 偷拐如意宝一般来讲他可能语言不是很多的 每次讲课念传证一样全部念完 但是有些重要的事情他再三地给弟子交代 所以说当时上师原来求学的佛学院 基本上互相取外号的这种现象是没有的 之后我看我们学院上师在世的时候也是 取外号都是基本上除了极个别的一些信赖的人 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气 学院里面长期闻思的尤其是听过《贤愚经》 听过《贤愚经》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 所以我们通过这次的学习 希望汉地各大城市里面的寺院也好 居士也好 一定要以后注意 我们可能有些人根本没有当作罪业 给别人取一些不好的名称没有什么 以前我认识的也是我的一个亲戚 我小的时候经常到他们家里去 他父母比较坏 他自己家里面可能有七八个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有特别难听的一个名声 而且他去的也是跟人特别相 一个是饿鬼的脖子 一个是脖子比较细一点的 说是饿鬼脖子什么什么 然后是马头鬼什么什么 牛头鬼什么什么 他稍微有点不高兴的时候开始骂自己的孩子 那这样可能孩子里面也许有很多圣者的转世 即使不是圣者的转世一般的众生不能用这种外号来代替 我也经常给你们讲在读初中的时候真的是 当时也没有遇到很好的善知识 认为自己嘴比较会缩 当时可能跟一些同学 老师还有跟一些老乡取了一些外号 我一生当中很后悔的 但自己每次开萨埵法会 很多不同的佛教的一些法会当中也好 自己各自在禅房里面修行的时候也是 但是忏悔是做过很多忏悔 但是忏悔能不能进呢的确也不好说的 我们看到很多公案有些是当时已经忏悔了的 但是忏悔了以后后来就没有转生到地狱里面 只是转生到旁生当中或者自己五百次开始感受这种果报 所以我看在座的很多道友你们也应该想一想 你从小到现在给别人不管是跟自己的同事也好 父母也好 尤其稍微有点不高兴的时候马上开始戒嘴 马上说他如何如何这样也是个很大的恶业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 的确 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大智度论》里面讲了有一个魔鬼 这个魔鬼的头像也是像猪一样特别难看 他口里面经常发出特别丑恶的蛆虫 但后来实际上他是什么样的转生呢 他在人间的时候把别人比喻成猪头 就取好猪头来讽刺别人以这样的原因自己就变成了猪头魔鬼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语言的确是善恶趣的因 就是《正义阿含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是 出言堕三恶趣 出比较难写的三个鹿那种比较难写的那个 只有恶语的话你的层次不同会堕入到善恶趣当中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有些人都是因为自己脾气不好 性格不好 别人面前特别生气的时候很想骂别人 但是也受过大乘佛教的教育的时候就一直 一直嘴唇动着这个时候很想狠狠地说它 但是又想起来这样一出口以后就造罪业 所以只有把嘴唇动着 下面就是说本来人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名字 代表他自己如果不叫人本身的名字 而去一些火嘴 还有外壁 脖子 瞎子 还有胖胖 瘦瘦 现在很多小小 大大 重重 还有怎么去的 其实这样去的话不知道好不好 有些地方也是为了表示也是方便 有一些其他的石头 木头 水泥 钢筋 用这些来带好也有这样的 但这样可能我觉得不太赞叹 世间上有这么多的东西 如果你要给你的上师也好你的道友要去的话 就去好一点 什么鲜花 甜蜜 这样即使你有过失你将来变成特别好看的甜蜜 也是有必要的 所以都是在积累堕入恶趣的罪业 这都是堕入恶趣的罪业 其实我们跟很多人经常取这样的名号 确实不好这是堕入恶趣的罪业 往昔释迦族的五百个女子的丈夫被宝君全部占尽杀绝 他们都成了寡妇 在一段时间佛的一些故事当中都有很可怜的 就是五百个女子的丈夫都全部杀光了 然后他们当寡妇哭了很长时间 后来又是帕切波国王的军队 将他们的手 脚全部都砍断了 当时这个经历是很残忍的 结果他们在世间上辗转痛苦很长时间之后才死去了 这个因缘是什么来的呢 由于他们曾经在加塞佛的教法当中 本来是成为五百个僧人 当时他们给一些比丘也取恶名为 端竹 端笔等等取这些恶名 取这些恶名的原因 他们感受了许许多多的僧事当中堕入地狱 然后由于五百世当中被砍断了 手 脚全部都砍断而死的 所以我们跟僧人当中也好 在其他任何集体当中不要有身体的缺陷作为代号来取 有些官员 有些家人对仆人也好 对下属 对任何一个人都取这种恶号是相当不好的 尤其是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人们都互相尊重 互相尊敬 在那样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有一种平等的对待 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世间的理念角度来讲 大家要有共同和睦的一种气氛 和谐的一种理念 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的 尤其是我们要想到来世的无量式的古堡 一定要注意 无论是取什么恶名都会感受到五百次那样的灯流果 你看这句话大家一定要不管是你取什么恶名 取难听的 取这些恶名 你一定会五百次感受到他的灯流果 若若对比丘 萨弥等取恶名 其一属果报堕入地狱 尤其是出家人他这里并没有讲圣者 没有说第一地菩萨以上 第二地菩萨以上 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说得到罗汉 披之佛 没有这么说出家的萨弥也好 比丘也好 这些最好不要现在世间人特别不理解 包括有些不信佛教的父母他们有时候是很可怜的 他们骂出家人特别难听 什么 像乞丐 光头 得多多 有很多特别难听的名词来挖苦别人 这样不好 我们这里有个别人可能以前不信佛的时候 对于出家人有种种的看法 这些都是一定要尽量取得 心里面既然产生了 但是实际上最好不要说出口来 今天有个居士跟我说 他可能受到一个出家人的欺骗什么的 然后他给我真实一个幻想 他可能也懂得一些说别人的过失不好 堪波 你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啊 有些出家人 嗯 半仁萨东 有些出家人 我不说你知道哦 他连续说了好几次 后来我也不知道他的具体是怎么样的 但是好像他说不出来 我说是我知道 知道 是是是的 哦 那你知道就可以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证实一下哦 所以有些人还是有正知正念 尽量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这里讲得比较清楚 应该是《法缘珠林》吧 《法缘珠林》里面说是 恶口如毒箭 谁有什么地狱门开呆啊 等待的呆吧 我们说的这种恶口表面上是一句话 但是这个实际上就像毒箭一样的 毒箭也是你舍的时候很快的时间当中 已经插入别人的身体当中很可怕的 因此最好我们要守护自己的语言 这一点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的确现在有些净土宗 净土法当中有些不明白 天天念佛 念佛 念佛 在餐堂里面要在自己家里念佛的时候很好的 有些老菩萨特别起信心的 可是下来之后他们有些说话当中 哎 这样的话恐怕往生极乐世界有一定的困难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这个罪性质上是很严重的 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人 比如说你骂别人这个骂得特别厉害 很难听的话 这个不分什么地位你的关系这些不分的 我们世间人的话有些人犯了这个罪 会不会因为他的关系他不会入监狱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自信罪 始终不散罪的话不管是你国王也好 大臣也好 上师也好 比丘也好 比丘也好谁造了以后都必定会是感受他的果报 因此说当我们发现的时候也是很害怕的 都特别可怕下面也讲了一些公案 就是说是此外对父母出口恶严 果报也是极为严重的这里对父母也应该恭敬 从前遍地的一个世境内有一个礼部的施主 他一个儿子名字叫做诸行戒可能我们前面不是诸行戒罗汉 另外一个叫做诸行戒他有一次准备前往大海岛屿当中去报 然后回来但是他的母亲一直借力地阻碍他 不让去大海他可能特别担心出事 因为大海里面去的大多数的人都受到预览的 所以说他们不愿意很多公案当中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儿子始终不听他的 最后母亲特别地伤心一直哭着劝着他不要去 后来他起起百坏地说我要前往大海里面做吉祥的事情的时候 你去给我制造违缘说不吉祥的事 然后这样哭啼非常不好他一边说他一边骂母亲说 愿你见地狱愿你见地狱一般我们抹去的话来讲 让你下地狱吧 这是我们在藏地来讲我那天也讲了 一般来说骂人当中最难听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基本上其他方面可能还是要说 你是下肢脖子这个会说的 其他的一些汉人的有些可能各个地方也有 也许可能藏地有些地方有 我们在抗取的就是我所了解的几个地方 比如说像刚才住的好多地方 以前我们在读示范的时候好几个县的学生在一起 然后我们后来聊天你们怎么骂人 我们怎么骂 读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天天都是学骂人 在这个时候我们研究出的我们的研究是不大 也许研究的不是很究竟但是我们研究的结果 好像下地狱是最严重的一种骂的说法 这个印度来讲也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出口出烟之后他就已经离开了 就是趋入大海了然后他途中在一家旅店当中晚上住宿 这个时候因为他的业力所干 第二天的时候他的商人全部都已经坐了 这个卓星戒他晚上一直睡得很沉地一直睡下去了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所有的商人都已经坐了 他们也忘了他自己只有留下一个人 商人全部都是无踪无焉 他还给他留下了两个驴子除此之外全部都没有了 他这个时候特别地伤心 他惊慌失处他赶着两个驴子上路 就是上路赶驱走往前走的时候狂风打坐 路途被沙子基本上都已经遮住了 那么那个时候本来也是他不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 可能在一个沙漠或者是荒原地方吧不知道 在这个时候那个两头驴比较聪明 凭着他们的羞取闻气闻缓缓地走下去 本来还是走得比较可以他路没有走 结果那个卓星期因为他又急又慌 他就很猛烈地用鞭子来打他们 那两个驴子出打他们希望加快速度 结果两头驴因为生之不轻而迷路了 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空旷的地方 然后两头驴已经精疲力尽了口干舌草 他们生出舌头糊糊地串起实在是走不动非常困难 然后周星期见到这种情节之后 他也是对他们生起了一种遮阴之心 悲悯之心将他们留在远处放在那里 因为他再干舌草没有办法了他们已经失踪了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去漂泊 后来他已经到达了十分恐怖的恶鬼城市当中 在这个恶鬼城市当中他就有在十二年当中 他以原来的这种身份不断地又流转到一个地狱 这个地狱里面又转到别的一些地方 所以他感受了极寒脚破口干舌草无量无边的痛苦 所以这个公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他对父母不恭敬恶口骂人 这个果报非常严重的 我们在《前行》里面讲的杂货之女的公案 也与此相同的他没有死 没有死的话 在即生当中感受特别特别的难忍的痛苦 这个是大家有父母的人应该对父母尊重 如果我们在财富上也好 一些佛教上能给他报上恩德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佛经里面也讲了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很难以汇报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自己有一些正知正见的人 一定要想好好地报恩 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没有这样的因缘 尽量不要用恶语来骂骂他们 其实父母到了年老的时候特别可怜 他的心起眼心也是很脆弱的身体也是衰老 就特别没有力气 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忧愁 贪忧 顾虑 种种的烦恼全部会涌现的 除了极个别的修行好的一些老年人以外 那么很多人处于一种特别恐慌和无奈的状态当中 在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孩子一定要自己尽心尽力 尽力的哪怕说一句安慰的话 你如果做不到什么也是自己用慈悲的阳光来看一眼 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我们极个别的有些道友已经出了家 出了家以后可能用经济商用其他的一些来报恩德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做任何一个善事的时候 以今世的父母为主把善根可以回向 自己能力有各方面因缘的情况下 也跟他多多少少也是有沟通 我听说有些出家人对自己家里的父母根本不利 他说的话很好听的 我因为出家了 出家人对世间的家人不用关心已经出家了 但是我听说他只是给自己的父母不打电话 跟其他的世间俗人还是有一定的来往和联系 经常也是保持联系 这样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点变道 如果你真的是看破世间 将所有世间的一切已经看透了 已经生起真实的出离心 把外面的世间人跟垃圾桶里面的东西一样 眼前无有什么执著那你的境界很不错的 在这样的话父母也是如果你不利也许是可以的 但是我看很多大成就者的传记里面 你一旦成就以后的时候对父母讲经说 包括释迦牟尼佛成就之后 母亲转生到天界的时候他没有能报道恩德 然后释迦身边到天界给母亲说法 说法以后来到人间 我们现在藏律9月22号讲的日 这个是回到人间的这种节日 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后来跟金凡王也是宣说妙法 这个现在《大藏经》里面有的《佛子相遇经》 那么这样佛陀的这种到达了 昨天我们所讲的那样 《圣经》那些光明无为华 犹如甘露之法我已得 这样境界的时候还要寻找自己的父母 然后去说法 我们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寺院里面出了家 得到的境界是什么 后来真的是有些父母可以 出家人也是你长期要管的话 可能有些地方的道行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关心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困难 从佛法上也好 从自己的各方面来 关心我觉得很有必要的 所以在这里千万不要有恶口骂人 如果恶口骂人我看到很多公案当中 因为父母 上师有些真的是特别严厉的对境 这个现实现报很可怕的 也许即生当中自己的一些业力会现前 那个时候自己也是很后悔的 以前我们在附近有一个也算是一个老乡吧 以前他是个老乡 他后来给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特别不好 天天都是以恶口骂人 一段时间当中他外面装一些家户服 也有一定的钱财再过一段时间 他整个生了特别奇怪的病 整个内脏都腐烂 死也死不了 后来他吃东西的时候 听说喉咙这个地方打一个罐子里面围 然后牌也牌不出来 最后肚脊那里又出一个罐子牌舞 所以自己后来听说可能跟自己的父母说得很难听的话 可能我现在承受果报的 同时我三宝的有些财产我不正当的手段来接受 所以可能这个原因他临走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晰地认识到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 旁边的很多人都说哦 确实是这个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可能旁边的人非常了解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的确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的 相信因果的人来讲 我是觉得这些是不能离开的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我尽量讲基础法还是很有信心 有信心的原因我经常到一些城市里面的时候 看见很多人这么简单的因果不懂 如果懂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做一个好的修行人的 但是因为不懂的原因犯得特别可怕的 所以我们学了之后大家也应该各方面观察自己 先能讲甚至对旁生也不能有恶语制止 对人不能的话有些人可能觉得对旁生可能无所谓 实际上对旁生也不能恶语制止 九元以前有一位施主 有一个根底的仆人和两头牛 有一次这个牛跑到天地里面去 那个仆人很不高兴他扔了一盔木头 结果把这一头猫牛炸断了他一头牛的脚 就是牛脚我以前放牛的时候 有时候扔石头斩断过很多的 造了很多业 后来他也成为断脚 断脚牛 他经常这样称呼我我都有 真的有 所以果报还是严重以后 有一头牛又跑到 他两个牛都不听话有一头牛又跑到他的天地里面去 然后他用镰刀砍断了一个牛的尾巴 然后后来称他为断尾 这个人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名字 现在世间人对什么小狗对其他宠物取很好的名字 什么观音菩萨 什么乖乖 兔兔 舅舅 宝宝 很多人如果取这样的名称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他就取断脚还有断尾 那位主人本来答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个仆人的 后来他没有旅行承诺可能有种种原因 或者是这个仆人不知道他的什么原因 然后主人看不惯了以后他后来没有旅行承诺 然后仆人对主人怀有成见 怀恨在心 他把两头牛拴在枯树上用鞭子来抽打 然后置之不立人在那里也不为草 也不为水放在那里 那个时候出劫的一般的旁生给人可以回说话 我们《俱舍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阿含经》里面也有这个教证 所以直接给人出劫的时候 众生的福报显现跟人也有少量的沟通 不像可能与人这样 现在也是世间上有很多动物 比如说老虎 星星 还有鹦鹉等等 有些对人也有一些少量的对话和交流 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牛都可以回说 他们说你以前从来都是不用鞭子来打我们 对我们可好的 而你现在也给我们喂草 喂水 像父母一样慈爱和保护的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这样虐待我们啊 我们两个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你简直成了潘若良人你以前对我多好啊 你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啊 我很希望来原来的这种时间 不过现在是不可能的 他就很伤心地 就是两个牛对人进行沟通 然后那个仆人说 虽然你们两个是无辜的 没有犯什么错误 但是你们的主人骗了我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的 他自己跟主人不干 然后把他的牦牛开始打 然后牛就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国王啊 仆人就说我没有真人啊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只是 这个主人给我口头上答应 文字上也没有任何的依据 今天有一个人也跟我说 就是说他们关系好的时候 他答应给他借了两百多万 然后现在他不给还 不给还的话任何证据都是没有的 让他要求开一个条子的话 他也不愿意现在怎么办 很苦恼啊 这个问题是你们来回答 然后我现在帮牦牛打官司 然后牛就这样说的 你想了应该禀告国王 我们可以做你的真人 如果国王问你有什么真人 你就可以说有牛 牛们作证 如果国王说牛怎么作证呢 那么你就可以回答 我们把这些牛算在颜色下面 如果我是真实的话 牛告诉他们不要吃草也不要喝水 不要喝水这个时候我们也按照 给你现在的承诺也不吃不喝 到国王相信为止 刚开始你看断角牛和断尾牛 他们两个给他处的主意是很好的 给仆人处的主意是很好的 于是仆人已经相信了 然后向国王那里去禀告了国王 国王也是说 那么我们就这样做来看看吧 在这个时候 断尾的牛突然想到了 仆人喊自己断尾的恶名 于是记恨起来了 他就变了他一想起来 我们凭什么帮他还要作证啊 不合理的 然后他就想起来 他说我不愿意作证 不用说是吃草 连这个如果是石头的话我也要吃 因为这个时候给国王已经报完了 现在这个情况很紧张的 其他的牛开始共同商量看怎么办 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这个仆人现在已经关键时刻 看怎么样大家共同商量 那么这位仆人对我们平时就像是如父母般的慈爱 我们不能骗他应该为他作证 大多数的牛呢 因为那个仆人平时还是可以的 他跟所有的牛都比较慈悲 这样的话他跟大众 在民族选举的时候大众的关系很重要 现在有些领导为什么是给所有的同事好 他并不是对他们有慈爱心 万一让他们来平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他们的关系搞好 有这样的目的可能仆人不一定有这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个时候大多数的牛已经对他比较好的 他说尽管这是事实 但因为他叫我断围所以我不愿意作证 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则 我们最好不要跟动物接触的比较少 应该不会吧一般牧民这些是经常犯戒 所以喇喇齐勒仁波切的这个净土讲义 在藏地各个地方很多老百姓确实利益非常大的 很多牧民很多一些人他都根本不懂的一些道理 这个前线一动的公案给很多老乡讲完了以后 他们完全是在很多行为上改正过来的 然后七月的牛对仆人说 现在我们想出一个办法 这个断围的牛实在是不听话的话我们想出一个办法 想出什么一个办法呢 你用孙子把断围牛的鼻子穿透 然后吸在我们的牛角上 如果它吃草的话我们的牛角便向上胎 向上胎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 大家你们看看啊 他所知识的太阳也是为我作证了 因为那个牛在鼻子里面穿上孙子 穿上孙子之后旁边好几头牛的牛角上酸子 牛角上酸子的时候中间断围牛 如果他想准备吃草的时候 其他的牛就把牛角抬起来 抬起来的时候因为他鼻子里面穿显特别痛 他也不得不指向太阳啊 这个时候你就给国王说国王也可能比较笨 他可能没有详细地看具体怎么样 他可能大概地牛群在那里 然后国王在这里开始谈判 这个时候他一看的时候哦 断围牛也是这样看着的话 那不但是所有的牛还要让太阳也是作证 这样都是 仆人讲把断围牛的鼻子穿透 鼻子穿透的时候断围牛就开始喊啊 你们看啊 这个人还在加害我啊 七月的牛说 它不是加害你的 它是给你打扮的 你不要出生了 紧紧地带着啊 多好看啊 你看 背上穿着鼻子的话 就像我们人的耳环一样好看啊 印度女人全部都是穿鼻子 好 果王进行审判的时候牛如此地给他辨火 结果他大获全身 如愿娶到了主人的女儿 他也是已经娶到了 所以这个官司打得还是很成功的 这说明虽然是旁生 但是如果我们慈爱他们他们知道报恩德 如果我们口出恶语 伤害他们 那么他们从今时起他们也会报仇的 即使为他们报仇 还会发恶愿 于生生世世当中不断地陷害或者报复你的 所以我们乃至旁生也应该以清净的语言和 以温和的语言来称呼 对人的话更要注意从现在开始大家尽量地 对任何一个人不要取一些特别难听的 有些是可能爱称 你们有些可能不同的一些名称 但是这个如果比较难听都不能取的 这一点是我们造善业的一种因缘 这是特别重要 今天讲到这里 有些人作词 说明虽然是有些人 我都不想要求你 在这个人的语言上 我都不想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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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